爆炸之後自己在過去 你實在太令我失望了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跟我一起來玩 薩達傳說曠野之息 中文版我是魏維 那接著上集的內容 我們今天來解神廟 第二個神廟 叫加巴西夫神廟 這個神廟的位置在這邊 在整個地圖的右邊 東方 這個神廟在初始始塔的左邊 那神廟附近會有很多守護者 我的做法就是從這條路走 從初始始塔這邊走 然後看到守護者的時候 不要管他 直接往前衝就好了 這邊 你會看到守護者 這個守護者會打你 但是我們不要看他 往另外一邊走 這邊 他根本就不會醒來 然後從這個牆這邊爬上去 你就到了我們遊戲的第二個神廟 加巴西夫神廟 這個神廟叫破壞之力 那你會在這邊得到炸彈的功能 這個神廟的解法就是讓你用炸彈 用炸彈來破壞一些石頭 這邊有些石頭可以破壞 這邊有些石頭可以破壞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個寶箱 裡面有 旅人雙手劍不錯 那繼續往前面出發這裡 也需要你用炸彈來破前面的一些磚頭 爆炸之後自己再過去 你實在太令我失望了 爆炸之後自己再乘電梯過去 接著來到這邊 選擇你的原型炸彈 放在這裡 炸彈跳出去以後 引爆 這樣我們就可以過這個關卡了 不要忘記左邊有個寶箱 我們可以當人體炮彈 來到這邊 拿這個寶箱 拿到火箱 然後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如果你有買DLC的話 解完這個神廟 不要忘了到這邊拿一個寶箱 這個寶箱裡面有任天堂的衣服 這是DLC才會有的 這邊任天堂Switch的衣服 這個就是這一集的薩爾達 所以說寬野之喜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大家跟蹤我的粉絲團 我是魏維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個歡迎 呢 下一個